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你面前表现得很真实 这时他对你会提出很多要求 完全把你当成了最亲近的人 不会跟你客气 相反 如果女人不想跟你交往 他对你就会特别排斥 总是跟你保持距离 在你面前会很有礼貌 这也表明如果女人对你很客气 一般就是表示拒绝交往 充其量只会跟你做朋友 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关系 只有女人真正认可你了 他才会对你索要一些东西 把你当成最信赖的依靠 真正被你征服的女人 其实早就做好了和你共度一生的打算 只要你不辜负她 她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说到底 男人要看清楚 女人被异性征服后的表现 三方面主动索要 一 主动向你索要陪伴 渴望和你在一起 女人真心爱你 他就会把你当成最重要的人 时刻渴望见到你 跟你相依相伴 因此在生活中 她会主动向你索要陪伴 希望多出时间来陪她 给她温暖踏实的感觉 这样的女人其实心里认定你了 愿意和你一生相伴 不想和你分手 只希望陪在你身边 哪怕以后的日子很苦 只要你用心疼爱她 她都会坚定地爱你 对你不离不弃 如果你没有时间陪伴她 时间长了 她肯定会很失望 甚至觉得你不够重视她 从而对感情产生质疑 所以男人一定要多抽时间关心和陪伴女人 这样才能让她感受到爱的质感 想要得到女人的心 真的不是钱财和物质决定的 而是取决于你的陪伴 老话说 深情不及久半 男人能够经常陪伴女人 才能让她放下一切顾虑 心甘情愿地和你在一起 好的爱情其实就是从相互陪伴中产生的 两个人经常依偎在一起 感情肯定会越来越融洽 女人被你征服以后 她需要什么就会对你提出相应的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渴望得到你的陪伴 因此 只要你用心陪伴她 呵护她的情感 相信她会对你更加青睐 再也离不开你了 二 主动向你所要尊重 希望你能迁就她 女人一旦被你征服了 她对你就会有更高的要求 希望得到你的尊重 以便于在这个家里有尊严和地位 她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这里的女主人 愿意和你一起努力 共创未来的幸福 因此她会主动问你要尊重 希望你迁就她 认可她 给她应有的尊严 能够和你平等相处 事实上 女人都需要被男人认可 如果你不尊重她 就算你给她的东西再多 她也会失望 只有你给她最大的尊重 懂得迁就和包容她 才能让她拥有很强的归属感 自然爱你爱得更加坚定了 现实中有些男人不够尊重女人 最终都让女人心凉了 男人大男子主义太强 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主 从来不问女人的意见 忽视女人 这是不对的 如果你以自己为中心 忽略了女人的感受 她会觉得你只爱自己 不够爱她 对你会瞬间失望 一旦女人觉得没有得到尊重 就会对感情动摇 甚至自身离开你的情绪 因此 男人一定要尊重女人 顾及她的感受 适当地迁就她 这样才能让她有更强的归属感 从而全心全意跟你过日子 三 主动向你索要工资卡 希望管理好家庭 女人真正被你征服了 她就会主动承担起责任 全心全意为家庭付出 这时 她会问你要工资卡 不是为了限制你 而是为了管理好家庭 合理控制家庭的开支 女人爱你 才会费尽心思来操持家庭 希望未来的生活更加幸福 如果她没有这种逆时 根本就不会管你的经济 对家庭也不会操心 这就是区别 因此 男人要正确对待女人要工资卡的事情 她为了家庭着想 才会精打细算 才会主动担负起家庭琐事和理财的责任 就像王小姐和她老公结婚以后 就提出让老公上交工资卡 以便于合理安排家庭支出 老公是个很大方的男人 经常出去消费 这让她很不放心 于是就主动向老公要工资卡 刚开始老公不理解她 以为她要约束自己 两个人经常发生矛盾 后来老公看到王小姐每个月都记账 上面写的支出项目里全是自己的消费数字 才发现自己错了 于是她把工资卡交给王小姐 只留一点零用钱 这样为家庭少下了一大笔钱 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所以 一个女人真正爱你 她才会操持家庭 才会对你有所约束 不想让你随便乱用钱 希望管控好家里的经济 这样的女人主动担负起家的责任 努力和你为幸福努力 男人一定要珍惜 情感寄予 女人被你征服后 才会主动向你索要这三样东西 主动向你索要陪伴 渴望和你在一起 主动向你索要尊重 希望你能迁就他 主动向你索要工资卡 希望管理好家庭 男人要明白 女人不爱你 她不可能问你要这些东西 只有真正想跟你在一起 才会对你有所要求 别误解了 事实上 女人不爱你 就算你主动给她这些东西 她也不会跟你交往 只有女人彻底被你征服了 她才会主动承担起女主人的责任 为这个家庭付出 希望男人读懂女人的心思 当你发现 女人是真心爱你的时候 你也要给她最好的安全感 和她共赴幸福的未来 最后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